周立盘的这一生 得到感召这样的果报 就是得一次的果报 释迦牟尼佛 已经为我们说明 把周立盘的前因或果 也为我们说明 他自己本身这一生 也不是天生这样的 也不是生生世世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因为他的私心 没有全心权力 真心真意来帮助别人 来教导别人 怕别人学习之后 超过了自己 所以没有全心 来为大家 所以 因为他的吝啬 因为他的令法 所以这一生感召 这样的果报 所以尊敬的 这一同修大德 英国通三世 你看他老人家前世 是一个三藏法师 通宗通教 在当时可以说是讲经法师 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讲的不是普通人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视线 这个一次的习性 感召他变成这个样的果报 所以今生我们 如果懂得这个因果 这个道理 其实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 就定下来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 所异道种种的 都有因缘果报的嘛 也不用怪别人 这个就是自己感召来的 所以 我们常常啊 对这个经典的教诲 听起来好像容易明白 但是有时候 我们自己常常疏忽 为什么会疏忽 因为我们常常啊 为我们自己的习气 被蒙蔽了 今天我们念佛不能得利 也因为你是这一个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怎么念佛 你把你的心放在阿弥陀佛 任何什么样的环境 你把你的心 真正放在阿弥陀佛 把你的运 放在观世音菩萨 以大慈大悲 以慈悲为本 以阿弥陀佛成就自己 以观世音菩萨成就别人 你能够这样修 你走到哪里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的生活比任何人更快乐 更幸福 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讲来讲去讲了太多 认识的佛法 对经典我很清楚 叫他被无量受信 被得无流啊 非常呢 说我们讲了 有没有做得到 死个人里面 九个人啊 几乎都做不到的 什么原因呢 没有这个心 所以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疏忽 所以人家问我 师父 你怎么念佛 你每天把你的心放在阿弥陀佛 走到哪里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你把心放在阿弥陀佛 像中风果实不是讲了吗 人人就是阿弥陀佛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你走到哪里都是阿弥陀佛 你还会跟人家计较吗 还跟人家起了忏惠心吗 不会 有人说师父很难 难就是你不肯做 不肯听 又不老实 你也没办法呀 所以师父引入门 修行在个人 自己怎么成就 法师只帮助我们引入 你哪个地方不对 我们来纠正 能不能成功 就是看自己 这个就是周立盘的本身 他为什么会成就 因为他的心 放在学习的精神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现在这个 实在的动乱 人不相信吗 不相信谁 圣玄的教会 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相信自己的做法看法 会做错吗 当然会做错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们非常难得 有这样的姻缘来学习 我们好好来学习 不为谁 为自己 做出一个好样子 所以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 为什么会动乱 什么原因 它的根源在哪里 交易出了问题了 我们在这里 感觉好像天下太平 走到哪里 都是太平的 有时候看到外面的人 真的好可怜 每天争来争去 不知道争什么 没人 他还会被4周 scriptures Kor 傍inin 有